然後我今天要報告的是,Google Data API和Google Bigtable Google Data API,我先從何謂Google Data API來講 然後為什麼要用Google Data API,還有如何使用Google Data API 然後最後做一個小小的demo,以Glog為例 然後我們來講什麼是Google Data API Google Data API就是因為網路上像是以前有SOAP之類的語法 可是Google覺得他都還很複雜 所以Google提供了一個 Simple Standard Protocol來 Access 資料 像是資料的讀和寫,還有 新增查詢刪除和修改 這些API的語法是由REST style來表示 而且把資料表示成為 標準的ATOM型態 標準的ATOM型態來表示資料的時候 是透過 HTTP的協定 協定來處理和達成 網路上 資料溝通的目的 包括 Application和那個 Machine之間或是Machine和Machine之間 GData GData簡單來說 可以達成四項功能 第一個 第一個是 Query 我們使用資料 資料的時候一定要 Query 我們用Query去 資料庫裡面去撈 資料 然後 Query的語法就格外重要 第二個是 Batch Request 我們要去結合他的需求 我們 對一筆資料有很多不同的需求的時候 如果要一個一個下指令的話 那就太麻煩了 GData API可以把你需求的指令 連結起來 然後 取得 你所需要的資料 然後資料格式的部分 第三是 Authentication 的部分 認證的部分 現在網路上的資料很複雜 所以 隱私的問題就顯得很重要 所以Google在 隱私資料 的方面 也提供了 一套認證的方法 個人的隱私 隱私資料需要透過 身份認證以後才可以取得資料 並不是所有 的人都可以隨意的取得每一筆資料 然後資料的格式部分 是 我們可以透過語法把 資料 直接轉換成 使用者所需要 就是他有 RSS的格式 或是JSON的格式 可以轉換成 用Atom去轉換成 RSS或JSON的格式 這是對程式開發者 是很有用的 我們可以直接轉換成 我們自己需要的資料格式 然後再去做資料處理的動作 會省去很多麻煩 然後為什麼要用 Google Data API呢 我們現在 以前所看到的 還沒開放 GData以前 我們所 我們所在用的 應用程式 就只是 用Google Service 然後去 跟Google裡面的 Data去做 溝通的動作 可是 總有 大家總會不滿意啊 因為全部都是由Google來做 所以Google開放 GData API以後 使用者可以使用 Google Data API 來創建 屬於自己的一個應用 稍等一下 那個圖 我再說明一下 這個 其實這裡面有包含 好幾個角色在裡面 一個 我是大概講最多的 開發者使用者管理者 單純就使用者來看的話 那 那我在 我的東西存在YouTube上面的 那是我的 我的影片 那個內容是屬於我的 我自己拍下來的 那 別人要看我的影片 那 我可不可以給別人看 所以 一個是 一個是 Consumer 一個是 Provider 那 那 那 所以在 web2.0應用 上面 通常那個內容 內容的 provider 是大家 所有的人 那 使用者呢 也是所有的人 這就人的角度來看 但如果就 程式來看呢 我 我的這個 我的內容 我自己原生的內容 我擺在某個 某個系統上面 擺在YouTube上面 或擺在 flicker上面 就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最後介紹的是 那 我擺在 那個系統上面的時候呢 那個 那個系統上面 他 如果有 能夠讓我擺 我能夠有一些 控制 讓誰看 或不讓誰看的 這個設定 或configuration的話呢 那 那我當然會比較安心一點 就跟Health也是一樣 或是我擺任何一個 一個影視像現在無名 對不對 一大約在破解 無名相簿 那這個 那這些東西誰 所以你白目的人才會把 你的什麼照片 擺到無名上去 對不對 那 那 那個系統要提供的 比較 比較這個 好的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別人看的 不該看的東西 擺到 不該看的東西擺到網路上面 那都是很白目的 那 然後回到這 但是我有一個授權 我哪些該給誰看的 那 那這個是人的方面 那在程式的部分呢 那 一般來講 如果在做messure 或我自己的google service 或是某一個 那大概那個consumer的程式 他都是一個代理的 角色 就是我代理那個requestor 那個人 就我的上 你要看我的相片 那你用一個程式 來帶你 就等於是 他當作你的agent 那幫 幫你來 access 我的data 那這個時候 那 我開放多少 那是我來決定 那 你要看到多少 那 有你的程式 那邊的程式 來向我做 這個 取得 所以大概 大概這幾個角色 你要有 兩邊都有程式 兩邊都有使用者 那都可能都不是同一個人寫的 都不是同樣的人 那你知道有這個概念 每一個都考慮到 大家就 就完整了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 這者service的時候 剛才有講到一個batch的request batch的request 但是在技術上很重要 我有好多東西 我要讀又要寫又要修改 那batch的時候呢 這個 我把它合起來 一次做 但另外還有一種形式batch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要取得比較多的資料 當然是在許可 在service provider 許可之下 還有在那些 在service provider 上面 那些內容所有 他們許可之下 那我要取得多 的話呢 那要怎麼取得 那如果 如果我很慷慨的 我把所有的內容 通通可以讓你取得的話 那其實我就不要活了 為什麼 因為我所有資料都給 然後你可以把我的評判給用掉 你可以把我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客戶資料 通通拿去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這一類的 這種batch的service 他大概都會有限制的 很多免費的 限制你流量 限制你 限制你一次 只能取得幾個使用者 或限制你 那他不可能把 他的經 他所有的統計的資料 所有的資料 通通給你的 那或者 那就效能上而言 像 像上次 我們去年 做漏文 那eBay的話 他eBay 他根本 你要去 他的API 跟線上的系統 完全分開的 他根本 你用API的時候 是API 他在兩邊做 就跟我們 說剛才講的 我們跟他做 可能也是這樣 就是某一些部分 你用程式界面來做的時候 走這套系統 那你就線上的界面 走另外一套系統 如果你把他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有的時候用程式的人 就跟你搶 搶火車票 搶定票一樣 用程式的人一定會比 你會讓線上 如果大量的話 你讓線上的人 沒有辦法 這個很方便 所以後端的那個設計 後端的內套 是蠻重要的 一方面你不能夠把 你所有的這些資料 全部給別人的話 你就沒有存在價值了 那另一方面呢 效能的部分 效能部分 如果是你把 你用 你讓一般的線上的這個 交談式的使用者 跟程式的使用者 混在一起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 你的線上使用者的效能 會被 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兩個 效能 跟這個資料的 critical的 這個部分 都是在 用這種 電量應該是方便 但都是要考量到的 然後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HTML簡單來說就是 Webpage用來表現給 瀏覽者 觀看的一個形式 可是 如果機器 機器之間 如果用HTML來傳輸的話 會顯得有些不足 所以我們用 HTML來 代替 機器和機器 機器之間的傳輸 因為HTML 它的格式不夠統一 用HTML來規範 一個 一個 那個 Data的話 它可以把格式 統一 然後建立一個模板 讓機器和機器之間可以 更容易去溝通 然後GData不同 然後GData不同 GData不同